本月7号被誉为影视大亨香港慈善先驱者的邵逸夫先生离世 今天邵先生的追思会在香港将军澳的邵氏影城举行 公众将在今天与邵先生进行最后的告别 详细的情况我们马上来本台连线本台的记者于华 于华你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邵先生追思会现场的情况 大家是来怎么追思他的 好的周瑜那今天早上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就追思会是早上十点钟开始 那最早呢到场的有这个中联办的主任张晓明 他先到场来进行一个慰问 那今天可以说呢电视广播公司全体成员都已经动员了 他们高层的都是在场内的帮助来引导嘉宾 另外呢就是有些TVB的议员呢也在场里面帮助在这个维持秩序 那到场嘉宾呢可以说是先到这个邵先生的遗像这边呢进行三居功 然后呢和邵先生的夫人方一华还有他的长子邵维明呢进行一个简单交流 可以在场内坐一下来怀念这个邵先生的身平意识 那今天整个场里面气氛呢可以说并不是一个哀伤的气氛 用了一个米黄色的一个基调来安排的 另外就是说现场音乐也非常的庄重和稳重 可以说呢现场气氛是非常好的 因为大家不希望用一个哀伤的气氛来送别这个邵先生 另外就今天到场的演艺界的人士也非常多 比如曾志伟啊狄龙啊钟正涛啊还有黄秋生等等 非常多的这个演艺界的名人 另外还有就是90多岁的这个 就是杨振宁教授也到现场来送别这个邵逸夫先生 因为他也是这个邵逸夫奖的这个评审委员会的主席 可以说呢今天整个气氛来讲都是非常好 大家非常有秩序而且来了以后呢 大家也是用一种非常平静 非常一种祥和的气氛来送别邵先生 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于华让我们铭记这一位影视大亨 同时也记住他为教育和科学事业做出的那些贡献 谢谢大家